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归结为这个问题 那么圆球圆寒数核球不定积分基本上是一回事 一个是全体圆寒数 一个是一个 不定积分中圆寒数里边一个 所以不定定积分就变得简单了 有一期在我们学了不定积分的技巧以后 就变得简单了 下面就来看一下 这个对大家说起来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第一定积分的臭微分法 首先你看 这个就是不定积分了 如果小F的不定积分是大F加C 好 那么 这个形式就等于小小 这个式请注意 如果这儿上下线没有AB 这儿也没有AB的话 这就是不定积分的臭微分方法 后边加一个常数C 现在呢 请注意 由于这个就是右边这个背积函数的圆函数 不定积分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用牛正来问你一次公式 你在AB上积分 这个圆函数只要把B带进去 减去A带进去就完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不定积分 现在那个公式里边变成定积分了 形式改成这样 那么为什么要F和FIP连续呢 原先好像没有那个强的条件 请注意 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什么时候才成立 在我们要求里边 背积函数要连续 因为才能写变上线积分 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咱们是这样整的 记得吧 好 下面就来看题目了 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 应该说很容易 那么我要强调一下 怎么写法 咱们做这些题目的 这个写的方法 现在是不定积分了 有上下线 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 我们要求圆函数了 圆寒书怎么写呢 你可以 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不定接风 同样的方法去做 凑微分法 怎么凑 好 那就是很容易看 显然把sine放到底后边去了 如果没有这两个上下线 就是不定接风了 凑微分 sine放到后边去 变成cos 外边都是cos 好 OK 行了 所以第一步凑微分 六倍的留在外边 cos x 平方留在外边 sine放到底后边去 变成负的cos 因为sine的原寒数是负的cos 好 负号写在外边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不定接风 是定接风 那行 咱们定接风 这个定接风写上 三分之π造写 上面 二分之七π造写 说明我们是定接风 在做这个 凑微分法 下面 你还是把它当不定接风 就是不过这个符号要写的 因为是定接风 好了 这个原寒数出来了 cos x 看成u 好 u 平方 关于u接风 对吧 那么就是 负号 u 三方除以三 这儿有个2 6 好 所以还有2 圆寒数谁 u的三次方 没错吧 好 现在这就是圆寒数了 本来不定接风 就加c了 现在不要加了 谁 上下线 带进去 2分之7π 2分之7π 下线 3分之π 行 带进去 最后答案是 负2 2分之7π 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是 第 你把这个 这个2分之6π 就是3π 3π拿掉 就是 D 是相当于270度这个位置 对吧 就是2分之3π这个位置 所以是cos 2分之3π 0 对吧 0 3π呢 3π当然就是相当于60度了 那就是2分之1了 2分 那就是减去2分之1的3次方 对吧 最后等于 它就是8分之1 复复得正 4分之1 行了 对吧 这就这样一个题 很简单 看第二个小T 这个小T 这个小T呢 又是个定阶分 对吧 但是下面很简单 下面什么 2次3相式 2次3相式呢 两种方法 一种是标准的做法 就是配方 配成完全平方 平方合或者平方差 对吧 代公式 第二一种呢 像这个题 你看分不可以因时分解 你也可以拆相 两种方法都行 对吧 拆相 那么 对多数同学 如果你能记住公式是好的 因为拆相以后 还有怎么凑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常数 怎么拼凑的问题 或者用代定系数 有的时候有点麻烦 咱们现在用标准的方法 把它怎么样 用公式 干脆用公式 得了 2提出去 1分之1 好 现在这个虽然是定阶分 咱们当不定阶分做 咱们用求原汉数 好 下面上面跌x 下面就是变成 x加2分之3 x减1 好 那么抽了 拼成完全平方了 x加上2分之3 那么除以2 变成加上3分之3 平方 没错吧 减1 减1 这2是9分之16 那么 是 要 本来是减1 现在是 又要减掉 16分之9 变成16分之25 了 4分之5 平方 没错吧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应该中学 中学 你们都比我强了 应该比我强 对吧 好了 那下面就解决了 请看 我只要在这儿天上 其实天上3分之3是不受影响的 对吧 天上 当然你不一定要写出来 不写也没关系 但是天上是不受影响的 4分之3 所以 这是u u平方-a方 行了 马上就知道了 等于多少 这2分之1 照照 这个地方是2a分子 a是谁 4 2分之5 是2分之5 16分之5吧 2分之5 2分之5 没有2分之5 2分之5 4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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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a了 4分之5 4分之5 对 4分之5 好 然后是2分之1 log log u-a x加4分之3 减去4分之5 除以 xu加4分之3 加4分之5 加4分之5 绝对值 5分之1 下面呢 4分之3 加4分之5 就是正2 加上2 下面是2 上面是3 哦 这样就行了 对吧 5分之1 log 先把3带进去 3带进去上面是2分之5 下面是5 哦 那就是2分之1 哦 那就是2分之1了 没错吧 减去 把2带进去 上面就是2分之3 下面就是4了 哦 那么就是8分之3了 最后5分之1 log 这俩合起来 那就是3分之4 没错吧 所以这个 这种题应该说都比较简单了 比较简单 当然这个题可以用拆项也可以的 因为分母可以因此分解 大家可以看 那么由于这个前面定结封啊 这个测语分法我们讲了很多题了 所以 我们这儿举例子就举两个怎么写 怎么写 掌握就行了 好 下面一个重要的结论 定结封里边啊 这个结论挺重要 看看很简单 看一看很容易理解了 非常容易理解 你看哦 第一项 这是一个F在哪儿结封呢 小F在一个 以圆点为中心的对称区间上结封 -A到正A 圆点为中心 对吧 -A到正A 这个对称中心上结封啊 它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F是G函数 那么接出来的值就是0 很容易理解了 对吧 因为这个区间是对称的 你这个函数又是G函数 那么如果你从面积的角度讲 这个函数一半在XO上方 一半在XO的下方 而且这图形是对称的 所以那个缺边体型怎么样做出来 一样的 不过一个是在上方是正的 下方是负的 加起来是0 偶函数呢 那更好理解了 两边一模一样的 对吧 都在X走到同一个方向 都在 两边完全对称的 走对称的 那左边的图形和右边的图形 当然一样 面积当然一样 所以这个是偶函数 就是两倍的0到A G函数呢就是0 这个结论 表面上看上去怎么样 好像没什么 这还专门要拿出来说 结论记住它很有好处 因为做题目的时候 有的时候很烦的 其中有些像是G函数 这个代数是里边一像 那怎么样 不要几封的 只要是 以0为中心的 远点为中心的 对称区域上几封 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就看一看 里边有没有G函数 G函数别切封了 拿出来 但是切封是0 那么偶函数 那有什么意思 偶函数当然也有好处 牛顿莱布尼斯公司 做到最后什么样 两端直带进去 0带进去 你还不会带 0带进去最简单的 不管什么函数 0往里带总共最简单 但是如果-A往里带 有的时候常常出问题 因为是牛顿莱布尼斯 FB-FA 如果A点是负的 是减去于F-A 对吧 A是个负A 常常出问题 所以呢 别小看这一点点的 好像是没有什么 几乎 也是一样做圆寒数 一模一样的 对吧 最后找出来了 把两点直带进去 0点的直往里带 你会觉得好得多 好得多 下面来看两个小T 第一个 你看 看到 以圆点为中心的对称区域解分 第一件事情就要看 里面有没有G函数 O函数 请注意这儿有平方 但是 并不是G函数 因为这个 这个里边这个 括弧里的函数 不具有既有性 所以 怎么样呢 第一步 先把它 这个式子把它展开来 二项是展开 展开以后就可以看出来了 好 -2π到正2π 里面是个平方 但是 括弧里那个函数 对吧 并不具有对称 具有的对称性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展开来看 那就第一项就是 A发 cos x 平方 第二项 2ab cos x 乘sin x 第三项 B发 s x 平方 好 这一来你看就好了 每一项都看得很清楚 这一项 G函数 三一式G函数 摳三一式偶函数 乘起来G函数 所以这一项不要结封了 结封干嘛 对吧 然后这一项 偶函数 这一项偶函数 只要在0到2π 接封就行了 好 所以 两倍的 0到2π 接谁 接这两项 好 那么这个是个平方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 只要用 用背角 或者说 把这个角 变成它的背角 这样就死的平方 就没有了 对吧 就没有这个 cos 的平方了 好 那么我们知道 等于2分子 这个是A方 一加上cos 2x 记得吧 这个中学里边就有的 肯定有的 这个呢也同样 对吧 加上B方 一减cos 2x dx 哎 好得很了 为什么好得很 这个两个是常数 2和2约掉了 A方加B方是常数 常数这封太简单了 怎么样 别找什么原函数了 做定积分吗 常数积分就是 常数成区间的长度 对不对 别找什么原函数了 常数A方B方 A方加B方 区间长度多少 2分子π 2分子π 好了 好 后面这一项呢 A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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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B方 乘以cos 2x 但是如果你熟练的话 这步就不要做了 因为cos x 肯定接分接出来了 cos x 接出来谁 sine sine 2x 2pi 2pi带进去 sine sine 0带进去 sine 0 这两数不都是0吗 没有了 对吧 当然如果要做的话 那就是 稍微写一下也行了 就是 A方 减B方 对吧 cos 2x 的原函数 对吧 好 sine 2x 除以2 因为这要配个2吗 下面是0 上面是2分子π 显然这一项是0 那么这一题呢 也同样 我们把这一题讲掉 这一题 这一题很简单 也同样很简单 分母上是1加cos x 那么好 又是对称区域 什么函数 偶函数 好 0到2分子π 两倍的 只要一半区间结分好了 那么dx 封母上可以用背角公数 1加cos x 等于两倍的cos 半角的平方 没错吧 好了 2和2约掉了 cos 2x 谁啊 cos 2x 平方 就是signt 大家记得吧 就是signt平方 只要2除以2 再乘2就变成两倍的 signt的原函数 是谁呢 tangent 这个公式应该知道了 cos u的平方 对吧 就是signt u的平方 原函数 tangent u的平方 下面是0 上面是2分子π 四分子π 带进去2分子π 带进去是2 建令 了解 好 今天我们就要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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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